哈囉 大家好 現在是大概早上七點 我現在在屏東市的勝利新村 就是那個現在很有名的眷村 那等一下會有個屏東朋友 帶我們去吃屏東市人的早餐 屏東市人口不少 然後也有滿多眷村 所以也有一些外省相關的料理 不管是包著饅頭涼麵的什麼的 但因為我也沒有認真在屏東市吃過 等一下就看屏東市人會帶我們去吃什麼 那個屏東市人你們也都很熟 他正好最近回鄉工作 等下他來你們就知道 好 那我們就期待今天的節目 Go Go 好 那今天我們請到屏東的 回鄉 白鄉青年的Fishing歌 大家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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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那你屏東住幾年 我現在邁入第三年 那你今天帶我吃嗎 今天這個是我們北四頭這邊 最有名的北四頭肉粽 好 很久的老店了 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真的假的 對 他真的很久了 超過四十嗎 有可能 對 他有醬料加到包很熟 然後肉粽也是很軟乳 對 軟乳有味 你說軟弱嗎 軟弱 軟弱是什麼 然後我們點菜粽跟肉粽 菜粽跟肉粽 畢羽哥說 花生肉粽跟肉粽就差花生 其他沒差 沒錯 然後這邊的香菜 蒜頭 辣椒 隨便你加 加到包 然後這邊的粽子都會加花生粉 蒜泥 瘋狂的蒜泥 哇幹 好吃耶 讓你一大早就有滿滿的口腔味 它沒有北副粽那種 真的軟弱 它是其實有咬勁的 菜粽啊 你就可以吃到它的花生香 這個好吃耶 這會上癮耶 它不會有那種很 剛才我記得吃的那個粽子味道很重的 對對對 對 然後滿清爽的 而且 那個軟弱不是那種 綿密的嘛 然後像那種 舌頭可以把那個肉粽壓扁的那個 韓芽嗎 也不能讓韓芽 不太需要撕裂 沒有牙齒會吃得很快新的肉粽 好 然後再來是 這邊都會送味噌湯 是口味偏甜的味噌湯 免費贈送 如果你點一個粽子35塊 或是45塊 會有一碗免費的熱湯 可以蓄一碗對不對 可以蓄一碗 滿搭的耶 而且屏東早上 各位啊 很冷 我剛來有點冷到 大概18度吧 對對對 其實冰箱中冷耶 我還穿短袖耶 我那邊瘋了 南部什麼 四季如生騙你 對 然後它 最多有趣是它有賣滷味 不是滷味 滷豆腐跟滷蛋 這豆腐神強耶 對 它外面的皮 咬下去的時候 裡面的豆腐是化胎 它外面的皮是有咬勁 而且滷汁有透進去的 這豆腐很厲害 這個豆腐不酥肉粽耶 這豆腐真的強 這個應該是 那種傳統手工豆腐 大家看它外面皮Q內軟 然後滷汁透 不要想說它沒滷透 然後滷燒透 這豆腐好吃耶 這個糯汁會超愛 因為它皮很粗 所以咬下去以後 裡面是 不用吃什麼需要 不是那種要多咬幾下 也是一樣就化掉這樣 貝老師的牙口不好對不對 而且這要肉粽喔 它的時間很有趣 凌晨4點到早上10點 所以觀光客你們是沒有吃不到的 要特別來一趟了 這個好吃 北市頭 對 北市頭 嗯 它的醬其實有點像 南部的 碗粿醬 蠻好帶 因為 我們吃台南碗粿也是 油膏 蒜泥 辣椒 跟章菜 對 因為它的醬反而不會 很膩 然後本體也不膩 拉起來的話就是 真的是早餐會吃的東西 然後這個肉粽還有蛋黃 我這一口是有蛋黃的 這個蠻有趣的 因為你看 大家早上會吃油飯嘛 三一人也會 如果到平東高雄後 他們沒有油飯 他們改吃變動物體 其實本體也是蠻像的 蠻像的 對啊 好 第一家吃完了 等一下去下一家 好我們現在在第二家店 一瓶加菜脯麵 對 那你稍微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屏東在地土地 對對 讓我們介紹屏東的美食特色 有一些名詞 南北是有點不一樣 比如說 北部人想要吃的滷肉飯 你在屏東點滷肉飯的話 你會得到一碗 焢肉飯 對對對 我們叫 焢肉飯 對 欸不對 焢肉飯北部靠 我會搞混了 畢竟我一半一半嘛 反正你在南部講滷肉飯 會得到焢肉飯 那你要在屏東要吃到 台北人以為的滷肉飯 要叫肉燒飯 然後像剛剛我們也發生一個失誤 就是 想要吃那個 罐的那種 昏塵的話 你要講昏塵 對啊如果你點 昏燈 或者是講粉腸的話 你會得到豬小腸 喔 對 太深了 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這樣剛到 台北發展的時候 有沒有點菜上的困難 欸對對對 那個時候 比如說我以前剛去台北念書的時候 我甚至不知道米粉湯是什麼 喔 對對對 你說那個白色的湯 對對對 吃米粉 對對對 沒有沒有喜歡喝 因為我以為是湯的米粉嘛 那個細的新竹米粉 那屏東啊 等一下我們會吃的這些店對不對 嗯 就是跟別的地方比起來 一些早餐的人 有沒有比較 非典型台灣小吃 比較外省啊 還是說眷村相關比較多 因為屏東其實融合 融合台灣本土美食跟眷村的風格 對 像我們剛剛有經過你停車的地方 那邊的話就偏都是外省的 那外省人的早餐比較就是 包子啦 饅頭 燒餅 對 然後會有很多 那種酥餅類的東西 有甜有鹹 都很不錯 台式的小吃的話 因為以前可以分的出來嘛 台灣的麵店會都是黑白切為主 偏外省麵店就是滷味 喔 那但是在平中 它會其實兩者兼備 對 所以你像在這邊的店 你可以吃到黑白切 但是也有一些滷味的 對對對 然後你同樣的你去 偏外省的麵店 也可能有機會點到一點黑白切 那我們等一下這家菜脯麵 你很喜歡 為什麼 這家菜脯麵 當然主要是 它早餐就可以吃到 這樣熱乎乎的麵跟湯 很爽嘛 那我們台步人很喜歡加蒜 對對對 什麼東西都要蒜一下 對對對 那它的菜脯麵當然就是 傳統的台式肉燥麵 裡面有加過他們醃過的菜脯 對 吃起來會增加一個口感 很爽脆又很香 再加上蒜頭以後 我可以讓你臭一整天 我就是要吃蒜頭麵 就是要吃蒜頭 蒜頭人 好OK 好現在再來吃這個 一品菜脯麵 剛剛Fish哥跟我說 屏東的Google Map 不要信 沒什麼在用的 什麼時間都是錯的 平坤的都是虛名 對大部分都是騙人 對 啊這個人呢 他跟我說這個菜脯麵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講到最後又回到蒜頭 所以 你要加蒜頭 他們才會開心 Fish哥自從回到屏東後 很多台肥的朋友都想來看他 但其實上我們第二個 那兩年來 只有我做到這件事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如果看到這一集 又認去Fish哥的人 我剛剛已經認了我是第二名 你們自己注意了 這碗麵 是小碗 小碗呢 瘋了嗎 我們南部人就是澱粉狂熱 嗯 他口感非常的清爽 因為他是細麵 嗯 而且很好咬斷 不會到口味很重 這樣 然後 菜脯 菜脯 欸 他的菜脯不是那種 乾的菜脯 是比較 濕潤的菜脯 對不對 對 所以吃起來不會很鹹 然後 有脆度 但是其實是比較 沒有乾厚的蘿蔔 嗯 加在麵裡 增加一個口感 我覺得很不錯 對啊 很爽 對 他的這個 菜脯跟麵 搭起來意外的 對不對 因為麵體是軟 他的麵很好咬斷 不會太 味道太重 然後用菜脯增加口感 這個想法蠻好的 而且 加了蒜頭後 多了一個 香氣 真的很好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很爽 而且 這麼大一碗 這個就飽了 真的 我看人家說要放棄了 不行了 真的 我跟麵哥也都試食了 你試食了嗎 我試食了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到了 那個 在什麼 澱粉 澱粉會中毒的那邊 對對對 澱粉 吃一個不然那一多 會很想睡覺 很恐怖 然後這個是 蛋湯 蛋包湯 感人價15塊 嗯 喔 他的湯 他的湯其實是有點 顏色偏黃的 應該是煮過他的黑白切的 一些肉類 然後會用大骨 對 都會有大骨的清湯 好喝耶 嗯 有個問題 是 屏東市的肉丸也是真的嗎 沒錯 好味蜜 有嗎 你看到前面那邊 大骨肉圓 那間是大的 阿咖啡 但是其他全部都是真的 喔是喔 嗯 所以只有 我們等一下會去吃炸 等一下會去吃炸 罵完 來 喔謝謝 這是什麼 阿咖啡喔 謝謝啦 這個推薦 我推薦點蛋湯 蛋湯跟乾麵 真的是絕配 由屏東 就是要騎機車 因為屏東很小 好我們現在在 那個師傅 師傅載著 在逛屏東 然後順便找東西吃 屏東蠻可愛的 而且眷村很好玩 歡迎大家來看看 喔 只有在地人趕騎摩托車 進市場 我這個外地人看到我都抖 這邊都 騎車逛市場的 又靠屌 好我們現在來到市場內的 李家清蒸肉園 然後因為我們前面吃太飽 所以我們現在 就點兩顆而已 然後我們沒有點湯 因為它這邊可以 清湯加到飽這樣 然後屏東肉園 它也知道用蒸的嘛 吃蒸的 還那麼Q彈的皮 哇 最少點兩顆 然後吃法有 直接加湯全吃嘛 還有吃一半再加湯 還有吃完加湯 你想怎麼加又怎麼加 然後吃湯肉圓也可以 喔好好吃喔 它這皮都不用咬 用素的 我們的特色是 它一定會加那些 醬油嘛 然後 比較有香菜 蒜 菁菜 它會有一個最關鍵的東西 叫做味精 大家都會問 嗯 對 蒸的肉圓 真的是吃起來 毫不費力喔 這個皮 這跟粉漿一樣 用素的 就好 很爽 嗯 蒸的很純粹很 很單純 然後也 沒什麼負擔的肉圓 吃起來很溫暖人心 很好 皮都是熱的 然後湯汁也是熱的 好然後再來吃 這邊的小菜都跟主食喔 有很大的出路 這家的小菜竟然是炸豬皮 然後早上的肉粽呢 是給我滷豆腐 然後剛剛麵店正常一點 就是粉腸 粉腸跟粉牆 好啦那總之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肉圓店要賣豬皮 你知道嗎 豬皮的口感 比這個肉圓還要Q 那肉圓是粉漿 就塑進去就沒了 它那個豬皮的目的就是增加它的口感 讓你不會 就是沒有感覺咬到東西這樣 咬下去後呢就是有點像蒟蒻乾 然後沒有那麼潤 但是就是 咬下去後就 咬一咬就化開了這樣 好因為這家肉圓店在市場內喔 這個市場是 騎機車逛的市場 然後我們現在也看到 早上9點這個市場塞車了 剛剛大馬路可以看到沒什麼車 但是市場內 連老人家都騎那個 老人家的電動車出來 大家就一定要騎機車逛這個市場 造成交通的擁堵 如果停在外面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真的台北不敢這樣想像 好在這個屏東吃到晚喔 那記得一定要把湯碗拿去加他們的大骨湯 才顯得你夠地道 不然會被笑 每一個店家就會有茶壺或是一鍋大骨湯 然後讓你去洗你的碗 所以我覺得這是個美德啦 我出大骨湯你洗碗 大家互相幫忙 那碗就不用洗那麼累 其實也是滿有智慧 鮮明的智慧 原湯化原食 沒錯 大骨湯 還不錯 還不錯耶 我剛開始回來的時候吃這間店 傻傻的另外拿一個碗去裝大骨湯 非常的清爽 就是名字模式 三八里 嗯 真的一定要 把那個醬汁倒進去 喝 然後配大骨湯才夠味 就跟我們家以前那個 山東奶奶包完水餃後 我們都要把那個 水餃湯 水餃湯拿去淋在我的醬汁上 然後說會消脹氣 不錯不錯 這家不錯 吃 禮家罷丸 好我們來吃 蜜蜜哥出發一個 這是什麼 夜家糧 他說 很多人都吃夜家 不是吃另外一家 有一個比較有名的 但是也是很多人買啦 我只是覺得 它不好吃 謝謝 目前這涼麵我是蠻喜歡 因為它的 麻醬味沒有太重 比較多那個 酸醋嗎 還是醬油 醬 比較有點像日式涼麵 OK 好吃耶 它是 真的如果 但我要沒有喜歡吃麻醬的話 它的 那個酸醬是非常的 好 而且真的很涼 很冰 然後麵條也不是那種 有點油耗味 或是 或是 拉得太乾太細 它其實是有一點濕度的 豆芽菜是非常的水嫩飽滿的 新鮮豆芽菜 所以整體吃起來 真的比較像日式涼麵 很好吃 不錯 然後它的 辣油有兩種 一個辣油一個朝天椒 很香 這個很香 朝天椒就是爽 對 因為我不是一個涼麵派的 但是這個我喜歡 一般涼麵的麻醬味太重 但是這個是非常 清爽好吃的 然後再來就是 吃一個點這個 鮮蝦腸粉 鴨蝦 鴨蝦粉 鴨蝦粉 好可愛喔 有點樂士感覺 沾他的醬 對 給一碗醬 有點樂士感 吃吃看 喔 是溫的 它的皮 很Q 有點粉漿感 但是 不會化開這樣 然後裡面的餡 有點像 大蝦捲 蝦捲的料這樣 然後醬汁是偏 也是酸辣的 但是這個捲其實 很厚很紮實喔 吃一隻 粗蝦捲 對 我現在他媽又飽了 他說他要捲兩捲 送給他喔 越加兩面 這個讚 這個讚 好 最後是這個 FISHY哥雞推 原本沒有要選這種 西式早餐 但他說這個屏東人 都會吃這個 嚇一跳 吃了以後會讓你嚇一跳 因為我們已經 飽到都 滿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沒點什麼 就點他雞推 怎麼飽 麥香雞 麥香雞 所以這個是剛剛那個 影片裡面肥的 要死的這個是雞喔 對 這個不是豬肉 這吐司烤得非常的香脆 然後裡面有滿滿的那個 魯馬鈴 魯馬鈴 有蛋 然後有臭瓜 臭瓜就是臭 臭黃瓜 臭瓜 黃瓜在三明治裡 這個味道有點太甜 而且他臭瓜給超多 他不是給絲 他是給瓜片 但是如果是美式臭瓜我就吃 我醃過 醃過的那個pico 那我就吃 然後點了那個 這邊很愛的化工飲 那個可可亞牛奶 草莓牛奶 歡迎你點 非常的 非常像小時候吃的 好 不如說來吃個 嚇一跳雞 麥香雞 它 魯馬鈴真的抹滿厚的 吃起來很爽口 然後 怎麼說呢 快吃一點 這個雞喔 雞絞肉吧 不會很搶氣 也不會很油耗味 這應該就是 屏東人小時候 忘不掉的 早餐三明治 你去別的地方 應該也吃不到 對 就他的 整個的搭配 跟他的那個肉的 味道跟感覺 而且他的吐司 烤得很好 剛剛好 不酥不軟 然後蛋呢 也是軟嫩剛好 然後再配上 高麗菜絲 跟這個很大一塊肉 這個肉厲害的是 他這麼大一塊肉 但你卻感覺不到 這個肉的存在 就是他也沒什麼 特別的調味 但是他也不是漢堡肉 他就是個 雞絞肉排 對 但是就是 很好吃的三明治 三明治 好 最後就是嚇一跳 今天吃五家 然後還有 油飯我們放棄了 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再吃了 早上的粽子 已經讓我們 對 粽子已經發了我們 然後原本還要去吃滷肉飯 二道飯 放棄 然後還有饅頭 放棄 好 那我們最後加量做個結尾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什麼 原味加起於黑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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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屏東寺的建國路 那個Fish哥的同學開 對 我的同學 Fish哥叫我一定要來吃 他早上九點半就開了 所以他其實也是早餐店 然後還有賣黑輪關東煮 跟那個免費喝到飽的紅茶 然後他的天婦羅都很漂亮 像日本人在路邊會賣的這樣 但我們飽到快吐了 還是要吃一下 這個是牛蒡對不對 對對對 很香 嗯 很脆 他這個牛蒡的香氣非常好 而且 咬起來非常有咬勁喔 不只是魚醬的部分 也他的牛蒡 都覺得出來是很新鮮的牛蒡 好 我們這個是野菜天婦羅 他的菜香氣非常的清香 吃起來很淡雅 就是除了魚醬外呢 有很多那種出國的香氣 這個蠻好吃的 這個好吃耶 這我覺得日本人會愛 這拿去京都賣吧 然後 Fish哥雞推的三杯雞 有九層塔的 真的嗎 喔 這九層塔 很棒 他貼得很碎 然後那個香氣在裡面 這個 走生塔天婦羅 真的有雞肉耶 走生塔的也很讚 而且他的魚漿吃起來都不會 有那種油耗味 就是炸得非常剛剛好 然後是 不會乾 不會柴的那種炸物 好 你平衡的人早上吃這個 會會會 原來外帶 他們都外帶 Fish哥說平衡的人都外帶 而且是 台北人比較少看到 台北那種夜市的奇魚黑輪 我都不吃 我只在高雄跟南部吃奇魚黑輪 真的是 新鮮的魚漿 吃起來味道就是不一樣 原味夾展 這個推給大家 可以路邊 經過的時候買一點天婦羅 在路上吃 覺得蠻好 超讚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平車場 Fish哥走了 感謝他陪我一天 那這就是我們的 屏東四人早餐吃什麼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覺得 屏東四的早餐 算蠻有特色的 而且份量非常的足 人情味也蠻濃的 也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大家下次來屏東可以吃吃看 我們還有很多沒去吃 因為真的太飽 建議大家要這樣吃 第一餐 絕對不要吃有糯米的東西 尤其是肉粽或是油飯 還有很多不錯的 他推薦給我的清單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放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看看 Fish哥的屏東四早餐清單 那希望大家來屏東走走看看 還有路光新鮮很好 網也很值得來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下面有我的 湯乃士社團連結 如果有興趣 對我的Sense也喜歡的話 可以來加入我們的社團看看我們的商品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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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按讚 我們可以按讚